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夫人陆角角《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散文屏幕下方那尾码加入《寻情记》的微信群 31岁的刘欣是四川人 8年前她不顾家人反对 为爱私奔 从千里之外的四川宜宾来到了湖南相谈 为了追随男友 她不惜和家人反目 身无分文 也没有任何证件 就这样截然一身偷跑出来 从此远走他乡和家里断了一切联系 然而八年之后 眼看着女儿都上小学了 她和男友却迟迟没有修成正果 恋情反倒风崩离析 留下她独自带着孩子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 八年时间 她和男友到底发生了什么 轰轰烈烈的爱情为何转眼惨淡落幕 如今男友抛下母女俩又去了哪里呢 她是四川的 四川哪里 四川宜宾的 就是为了她来到的湘潭 对我来到湘潭 我父母把我身份证那些 所以全部正念的扣崖了 我还是想跟她在一起 我被我爸爸妈妈的意思 至少有她 在造成我是吧 包括我 觉得挺好的 是吧 至少我 我的范围 算也被依靠吧 在这幅来是吧 后面也没想到 会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 眼前这位神情黯然的女人 就是刘欣 八年前 她不顾家人反对 执意要和男友走到一起 为此 她与家人断了一切联系 身无分文 从四川偷跑到了湖南 八年后 她轰轰烈烈为爱私奔 最后 却只留下她 独自带着孩子 寄居在出租房里 那一天 男友突然毫无征兆地退了房 随后 整个人消失不见踪影 丢下母女俩 流落他乡 无处可去 刘欣带着孩子崩溃大哭 31岁的她 为了爱情付出了真心 背弃了家人 耗费了青春 如今却落得如此结局 她和男友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友为何如此狠心 丢下母女俩 不管不顾呢 一个女人 我一个外地女人 我又要住房子 又要供她 可能现在 因为我现在女儿 某上读三年级的 会上培训班 之类的英语 可能会不 我怕她跟不上 经济上面 我也希望她 就是说 负担起这个父亲的责任 男友离开后 刘欣在湘谈孤苦无疑 即使在地的房租 刘欣必须努力工作 才能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开销 男友究竟去了哪里 她为何突然不告而别 丢下母女俩呢 最近 刘欣听说男友回来的消息 她决定 找到男友 疑问究竟 刘欣的男友 名叫赵坤 今年28岁 从18岁开始学厨 一直在外地四处打工 前不久 刘欣从朋友那里得知 赵坤回到湘谈 开了一家餐馆 见到刘欣的到来 赵坤显得一点也不意外 他表示愿意坐下来 好好协商 你来 从他离开这一色 结果一个人带 他把 我之前有一个年 也是他把房子给退了 那我一个人 把我丫头给退了 我还可以去找那个房子 把我丫头退了 把房子退了 然后我 我到他表姐这里上班 你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 女儿在你干什么 你听我说 那时候我就没办法 此刻 刘欣无法压抑住 心中的悲伤与愤怒 对于这一段过去 他最在意的 不是自己的感情付诸东流 而是替无辜的孩子 打抱不平 那么 赵坤 为什么对年幼的女儿 不管不顾 面对刘欣的质问 赵坤 否认了这一说法 你让小孩出水的话 在人民医院 就住在 住院 现在问题 就是那么严重的时候 他见得 他还回他们老家 跟他弟弟回老家 就等于就把 丢了我们了 然后丢了我们的时候 我胜利 我教你 我为什么 我跟他说 我说 我为什么 他听到他 我妈 把他给你 来给你 就是我真的 其实没回去 因为我 我跟着他 我跟他女儿 今天八四个 我跟他妈 七年 我成了两个人 去年是第一年 你怎么知道 而且还是我外公 冰在床上 躺起来了 我还当着他爸爸 我说 我也是女 我也是这妈妈的人 我说 你们理解一下 我这心情 如果我不回老家 我从来没有 找到他们任何事情 赵坤说 刘欣虽然自诩 为一个好母亲 可是 却在女儿生命之时 一走了之 不见人影 赵坤由此心伤不满 两人发生了 激烈的争执 刘欣解释 当时事出有因 离家八年 四川老家第一次 打来电话说 外公病危 他心急如焚 连夜赶回了家 而这也是 他为爱出走 八年之后 第一次回家 没想到 两人却为此 针锋相对 可是 昔日的恋人 冲破重重阻碍 坚定不移走到了一起 八年的相守 难道就败给了 区区一次意外 他们的爱情 为何如此 不堪一击呢 这小孩 我那时候说得很清楚 要么我带 我不要拿一封 叫做一封 反正就是你想看 你随时来看 都可以 这很说得很好 然后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小孩 他要他带 你带什么 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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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了 去年的时候 前年的时候 我今天刚刚都倒闭了 就今年的时候 今年是因为什么 今年 今年就是因为 去年年 小孩出手 这个事情 就发了矛盾了 发了矛盾了 这个事情 他没对我的心理 说好 那我这个钱 我又不说不给 你哪怕就说这个钱 你一年多少钱 你哪怕都小孩18岁 赵坤说 自己并非冷漠绝情的 傅心汉 对于女儿 她更是竭尽全力 想要给予她 应得的关爱 此前 她也一直按时 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只是最近半年 有所疏忽 而这种疏忽 也全是刘欣 自己造成的 赵坤所说的 究竟是真是假 她与刘欣之间 到底 发生了什么呢 正当刘欣与赵坤 争承执行 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女子 他大声指责 刘欣 经常过来 招扰赵坤 她是谁 对于刘欣的患乱 他问何显得如此 分分不平 听到她的责难 刘欣 也变得愈发的激动起来 你别让我去 不要 不要让我去 你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现在都给你杰他你还 你不要给他吵 他没了你说 你不要亂 你不要亂 我说不要 你那女人都一样 我说我要 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你的 我说你 你女儿都给他了 行了 好了 你先跟她说 我对她不好 你本来说的好 你先跟她说 好 你等我女儿好吗 我等女儿不好吗 等我女儿好女儿我约了吗 把女儿救了 她是女儿救了 女儿伤害我的女儿 你把女儿救了 你疼了吗 我说什么女儿 什么呀我给她自己拿喝 什么呀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不好了 把你伤害我给你 我等你女儿有伤害 说了平安是平安的 平安是平安的 你女儿自己说的在干什么呀 你女儿怎么怎么样 啊 这人怎么样 眼前的女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被刘欣的到来 反映如此怠惫 当年赵坤与这两个女人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呢 此时两个人已经失去理智 大声对峙起来 我什么好啊 我真好 你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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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我打两个她 我说我说我说我 我说我说我 你女儿 两个人你都不说 我还挺笔记好的跟你说 我刚跟你 你刚等了 我还跟你等你了 我也是她一口出的 是想我这找你那不明 我跟我女儿 还能听得到说我等着 你现在有没有结婚 我结婚的呀 不是结婚还是你 嗯我现在 就紧紧啊 结婚这个戏子 啊 你不说吵不吵 她别的事情都好 我我现在老婆 别的事情都好 这人都会做的 她就是因为 我女儿跟她的事情 就两个人 之前就有过矛盾 赵坤坦言 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合法妻子李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年 刘欣抛弃一切 只为追寻真爱 八年的爱情 没能修成正果 如今 赵坤却在维护着另一个女人 这让刘欣内心十分不满 最终 他们协商无果 三个人 不欢而散 十年前 十八岁的赵坤在珠海遇见了21岁的刘欣 刘欣开朗活泼的性格深深吸引了她 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可是赵坤的家在湖南农村和四川相距甚远 家境又不好 所以这一段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刘欣家人的强烈反对 后来刘欣意外怀孕回到老家 没想到被家人严防死守失去自由 为了爱情 她截然一身偷跑出来 从此生下孩子留在湖南 可是八年之后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流落他乡 就连女儿的基本抚养都成了问题 那么刘欣和赵坤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初拼尽全力争取得来的爱情 为何遭遇如此变故 李梅的意外出现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赵坤在湘潭的老家 当年留心不顾一切偷跑出来之后 他便来到这儿安顿下来 以前没搞装修 可能是去年他们家 就是说可能再问的吧 就搞个装修 以前我来这里的时候就全都是除的 然后这个十字绣呢 还是我绣的 这些还都是我绣的 那是我自己绣的 然后以前这个墙壁上 全部是我跟我女儿的相片 现在都没有了 这个墙壁 哦 是这件房子 这个这是他爸爸买给我们 后面不是我在这里来住了吗 然后他爸爸就买了这个床给我们 然后我们一直睡在这个环境 以前这个墙壁上 全部是我女儿给我的照片 曾经这个家处处存留着流心的回忆 可是如今 他的一切却在一点点被改变 被取代 曾经他和男友的父母相处甚好 老人已然把他当自己的儿媳妇看待 如今 赵坤的母亲却抱着别人的孩子 对他的到来 充满警惕 这个孩子是谁 难道赵坤与李梅早已结婚生子了吗 那流心和女儿的存在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我们的疑问 老人始终沉默以对 这时赵坤的父亲赵建国 从外面赶了回来 他们两个人回忆 我默默的在是默默三个小时 默默三个小时 默默三个小时和白 就买着毛的办法 毛的办法的毛的办法呢 只要是他的回忆 回忆我与他 与六百姬 关注我可以当着那个港帝 我把六百姬 现在是故乡处理 我说呢 不要贪够花脸 我说我人 我就是我冒的女 这女看来 我等来都不得看小人去 他在我的七年 我里比这女孩要精确 我算了他来不得离行 那我里会走人 是吧 赵建国说 刘欣从四川来到这以后 为人处世 友善活泼 与大家相处得很好 自己也确实把她 当成儿媳妇看待 可是三年前 年轻小两口突然到矛盾 死活吵着要分手 不论老人怎么劝阻 最终也没能改变他们的决定 赵建国对此也感到非常遗憾 可是刘欣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自己之所以被嫌弃 全在于没能给赵家生一个孙子 我在这里八年 我自己现在没有生育能力 让我滚就滚 就是要为了生一个孙子 让我滚就滚 现在要生一个孙子 孙女儿就不要滚了 我八年 我八年没有回个娘家 我在这里八年没有回个娘家 去年是第一年回娘家 我现在没有生育能力 争吵之中 刘欣透露 赵坤是家中独子 家族传承的观念很强 而自己由于身体原因 此后可能难以生育 刘欣认定 这才是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 由此 他也就更加担心女儿的抚养问题 你只看那一次 就是他生了重病 他有急 受回了四川 我七年 我七年没有回个娘家 你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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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很伤心 我现在就很伤心 女儿病重住院 刘欣却回了四川老家 就这样将孩子丢给赵坤 赵家人对这件事 一直耿耿于怀 也让他们对刘欣 彻底寒了心 此时 刘欣将心中的委屈和粪门 全部发泄在赵坤的父母身上 他和杨人的意思是你 在赵的孙女 才救回了孙女一条命 啊 三十一会儿 那么对于刘欣所说的问题 赵坤究竟是什么想法 李梅夹在其中 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第二天 刘欣带着我们 再次来到赵坤的店面 这一次 他们齐聚一堂 决意做出最后的协商 唯独李梅 表现得很不耐烦 刘欣带着 怎么就知道他们了 对啊 她是她是她是她的孙猫 好了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她是她也没有权力 闭嘴 你闭什么嘴啊 你闭什么嘴啊 我跟她的孙女来了吗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不能来 我跟她的孙女儿的事 她为什么不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好了 你不要跟我喊 女儿是我跟她孙的 嗯行 我知道 是的 幸福是我没有 我真的要不起 那样的女儿 我的女儿有错吗 而且她这个太多了 你的女儿没有错 不是 你的女儿没有错 你让她让我的女儿 在这儿 管理一下生活 你让她可以吗 两个女人再次见面 李梅的情绪 依然十分激动 赵坤坐在一旁 显得格外冷静 一个是相恋八年的女友 一个是名正言顺的妻子 两个女人 都为她生儿育女 事到如今 她该如何解释 这段复杂的关系呢 赵坤解释 她与刘欣 早在三年前就分手了 之后 她只身一人 去到安徽打工 在那里 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李梅 一年后 赵坤与李梅 领取了结婚证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对于这些 刘欣表示毫不知情 青涩的恋情 总有波折 她以为分手 只是暂时的 赵家亲人 也一直从中 劝解调和 她认为 赵坤生气过后 还会回来 我们两个人之间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分手 为什么吵架呢 她说你们就是 很多琐事都吵 你知道你为什么 天天吵架的话 你说两个人在一起 有什么意思呢 那为什么会吵呢 为什么会吵 这人性格不合呀 她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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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不是 你不是 你可能了解的少 她性格的话 你说一般人 是我事 我们不了 不是我就要分手 这两个人 都一起 都是 都是两个人 吵架 吵了吵了以后 我说 我说两个人分手 她都签了字里 她拿着我的手 都在里面签了字 我拉着你的手 她说女儿 归她来扶养 归她来扶养 我什么都不管 然后我进去出处 滚出去 这话确实是的 赵坤言子笃定 她说 当年分手 并非小打小打 两个人是正式 签了分手协议的 而且 还有亲人在一旁 作为见证 协议签定后 她才退掉租房 离开去的安徽 可是恋人之间 正常分手 为何还会另签协议 分手协议的具体内容 又是什么 没有什么共同财产 我可以说 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 共同财产 我们没有 小孩 小孩都是 我小孩那个时候 都是家里带着 根本就没有 什么共同财产 就没说小孩 就说两个人和平分开 以后你 你跟你的 我跟我的 好像小孩都放在家里管一样 对对对 应该说媒体小孩 就是我们写议上面 就是这样写的 因为小孩那个时候在家里 因为我们搞这样的事情 在家里之前也吵架嘛 也搞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你心里 你们俩是明确分了手的 也签了行李的 这些人都是 也不是我们两个人单独协商里 就是说那个时候 这个是我姐姐开的店嘛 那整个店里面的人都知道 你就问别人 看我们是不是经常吵架 或是不是那个时候 我无缘无故 我把他 就是我一个人跑出去了 你说如果两个人能过下去 我能丢着小孩 我能把他扔到这里吗 赵坤说 为了防止两人纠缠不清 他主动提出要签订分手协议 可是协议只是约定二人分手 并没有提及孩子的抚养问题 两人也没有共同财产 一段冲破重重阻碍的爱情长跑 就这样 以一直轻飘飘的协议结束 短短几年 他们为何走到如此地步 赵坤和刘欣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就在那两个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反正就两个人矛盾 矛盾就有了 矛盾就不断 之前的矛盾就累在一起 也不是说 在那两三个月之前 集中爆发 不是集中爆发 之前一直就有这种 一直在吵 就那两三个月 就是平常的时候呢 之前之前的时候呢 都是我在外面打工 然后他在家里带小孩 他一直带到小孩 他家里 我家里也带了一年 带了一年 其他的时候 都是他在家里带小孩 他不上班 我上班 然后呢 那一年的时候 我们后面 我们两个人出来做生意 自己 自己出来 准备开个小店 然后呢 亏掉了 亏掉了之后呢 我没办法 我又找地方上班 上班的时候呢 像做这个东西 他又不稳定 有时候就 也不是说我们 正式稳定的工作 然后就两三岁的时间 没有上班 一不上班的话呢 这肯定就为了金钱方面 你没有经济 我没有经济来源 他在上班 原来 刘欣来到赵家后 做起了家庭主妇 一直在家带孩子 而赵坤则在外地做厨师 定期往家里寄生活费 为了一家团聚 赵坤选择辞工 回了自己创业 自主创业失败后 赵坤必须重新找工作 可是 就在这待业的三个月里 两个人每天 都在争吵中度过 然后我 知道这分手的时候 我是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因为那两个三个月 没上班的时候呢 反正我就感觉就 我心里就能感觉 男人心里 都会有这种自动感 对不对 我上班的时候 我如果我有经济来源的时候 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自己 我有钱 我自己有经济来源 然后我也不用跟他 就是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他有工资 对 他有工资 他一个月有四五千万元的工资 然后我那个时候 两三个月 他会觉得你不上进 他觉得我不上进 他觉得我好事难做 觉得我有手好闲了 然后就反正就矛盾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就经常吵架 刘欣工作后 收入一直比男友多 赵坤心里 本就有点不安 这一次 他三个月 待业在家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家里大小事情和开支 都由刘欣负责 两个人内心都很焦虑 赵坤内心的压抑和苦闷 如影随形 而刘欣也开始觉得现实的压力 所谓友情银水宝 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爱情童话 跑过家以后 那一次节食复发 复发了以后 我一个人 一个人那时 节食很痛 很痛 就是我一个人到那个人民医院 去打那种止痛针 就是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叫他送花言的那种单子 那时候 而且我那时候 我可能身上也没什么钱 可能就是 也意思的 可能也就是想 如果知道我在医院里面去了 就想要他带点钱过来什么的 他过来以后态度很不好 他就感觉认为我是 因为也是刚吵过架 那时候还是能理解 刚吵过架 反正态度很不好 就把那东西扔 他说我还在上班 把东西扔给我 他就自己永远走了 走了之后 那一次反正我就感觉心挺寒冷 心挺寒冷 后面还过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就天天吵天天吵 所以最终就爆发了 爆发那一次之后 我就当成他们所有人的面 我说反正 我也不想再这样过下去 后来 赵坤生命入院 留心冷漠的态度 成了压垮这段恋情的 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 聚少离多的生活 已经让彼此 不再像以前那么了解 地理上的距离 也就变成了心理上的隔阂 一旦开始争吵 两个人就像是 长满瓷的刺猬 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而去狠狠地 伤害对方 实际上 我就是 我就是 为什么 之前一直我跟你说 我忍了那么久 就是因为之前 我就觉得他 我挺 就是说感觉他 为了 为了我呢 他一个人跑到上海去 就不顾家里面的反对 就等于就跟家里面 断了联系一样的 就这样 为了我过来了 我确实也挺心疼拿的 也挺愧疚的 对不对 我所以一直就是 处处忍着 然后哪怕吵架之后 家里人说说 然后又和好了 和好之后还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后面 就在那几个月 刚好那几个月 就是因为 就是真的说嘛 那几个月我没上班 然后他又上班嘛 一个月没有 四五千块钱 一个月了嘛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两个人想了 他一个人 应该也够养活自己的 他哪怕就 就不需要我 离开我们两个分开了 他一个人也能 也能好好的生活下去 赵坤并不是一个 无情无义的人 他本着对刘欣 和女儿负责的态度 选择继续维持这段感情 但是两个人 在连续吵了三个月之后 矛盾实在无法调和 反而愈演愈烈 两人最终惨淡分手 回想当年 刘欣不惜与家里决恋 选择追随赵坤 如今 赵坤不顾家里反对 决绝提出分手 这戏剧性的转变 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算起来 赵坤和刘欣 今年也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 可是这一段恋情 却分分合合纠缠了近十年 这十年 因为爱情 刘欣为了男友 背井离乡 在乡谈生活 他们宁愿克服万难 也要在一起 可是得到爱情后 赵坤却为了生活 只身在外奋斗 彼此忙忙碌碌 最后不顾一切 又要分道扬镳 爱情在青涩萌芽的时候 刘欣漂亮能干 赵坤体贴温柔 爱情步入现实的时候 明明是同样的人 明明还是同一段恋情 却在现实的打磨中 变得面目全非 有人感慨 天若有情 天意老 可是爱情发展的结果 不是天意 最终在人心 分手三年之后 刘欣才彻底明白 这个人不会再回头了 可是孩子怎么办 未来怎么走 八年前 他为爱私奔逃离老家的时候 就截断了自己的退路 如今爱已成空 他独自带着孩子流落在外 最终又该如何是好呢 我到楼上网 我们是在同一个网吧 上网认识的 那段时间 他对你好吗 挺好的 就是我想吃什么 老婆试着说 再玩 半夜三更的 他都会去买 反正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一起 没多久 我就怀孕了 没多久就怀孕了 对我也挺好的 然后他爸爸妈妈也会经常打电话问 要他好好照顾我 怎么怎么的 这些都会问 那个时候的工资都会给你 给啊 他会买 全部上交给你 也不是全部上交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钱都在一起用 刘欣出生农村家庭 家中姐第二人 弟弟比他小四岁 作为长女 他一直是谦让照顾 受委屈 也只能偷偷哭的那个人 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 他高一就辍学出来打工 打工的日子枯燥而孤独 好在赵坤出现以后 给了他爱和温暖 年少的缺失通通得到弥补 为此 他的爱情虽然孤立无援 却注定走出了那一步 我在家里住了四五个月啊 看一个肚子就好大了不 然后我说 我在家里满不下去了 我说我要带你那边来 他说那我买钱了 那你要来的话你自己来 然后我就偷偷拿了我妈五百块钱 非常清楚 我们家是农村的 卖的那个残碱啊 就是那种养残的那种残碱嘛 我妈刚卖的 然后就放在衣服里面 我就那天早上 我就拿了我妈五百块钱 我就走了 在那个年纪 爱情是刘欣心目中 最神圣的一件事 而家人成了她眼里 追求幸福的绊脚石 她偷偷拿走了母亲 积攒已久的五百块钱 然后毫不犹豫地逃离了家乡 她以为自己终于抓住了幸福 谁能想到 最后 却落得如此结局 人人都告诉我 她说你老公根本就不喜欢你 她表姐也看得出 我们这段感情 她表姐说 最后我们两个分开之后 她表姐说 分开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她知道这段感情 可能是我当后面的 她说她肯定 就是说我出于一种责任吧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希望过我 有没有对我爱过 反正只知道 我坏小孩她对我挺好 然后自从我开始挣钱了之后 她就开始读成钱了 然后就开始 开始打牌啊 打鱼啊 对吧 按下打牌我就喜欢唠叨 我觉得她不上镜 我觉得 我说你天天这样的话 我说怎么行呢 然后就是这样吵 我就是真的吵 每次吵的时候 一过儿立之年的流心 回想起八年前的冲动 唏嘘不已 当时自己努力想要追求的东西 到头来却已经面目全非 她无奈选择了放手 多少次午夜梦回 她都想着能不能再回到八年前 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 如果不那么冲动 或许事情不会发展得如此糟糕 又没有特别恨她 怎么说呢 恨我还是不恨她 我曾的 我跟你说 我曾的没有恨她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恨她 不恨她又什么用呢 你说是不是 我的人生 我还是要开始 就是觉得挺后悔 自己做了这个选择 也许是我自己的命吧 不好吧 也许是我自己不更好吧 我以为放这个架吧 现在唯一支撑你的点就是女儿在身上 女儿 一切都说要女儿 是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女儿 在这段失败的感情里 刘欣意识到 自己也有一定责任 回头审视这几年的经历 痛苦过 后悔过 内疏过 可刘欣甚知 后悔是世界上最苍白无力的字眼 她不再将自己 禁锢在这段不复存在的感情里 而刘欣的这个选择 受伤的 还有苦苦寻找失踪女儿的父母 妈妈有没有找过你 找过 肯定找过了 你后面联系上他们的时候 他们 我妈 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妈就为我这么狠心 我这么能连不联系她 她说 你再怎么样的话 她说 还是要回来 所以说 像我今天 刚好今天 我妈妈生日 我刚刚还给我妈妈视频呢 我妈看着我女儿 我妈妈老是要我女儿 她说你回来 让外婆看看你 这么大外婆 怎么给你买个衣服 我妈今天 就跟她在这里 还在视频吧 还跟她说 其实我妈真的挺欣慌我女儿 毕竟是自己女儿的小孩妈 一提到父母 流心哽咽了 在她离家出走的这八年里 母亲整日一泪洗面 盼望着女儿有一天能回去 家里在苦军无果之后 当地政府 已经将她当作失踪人口处理 直到去年 她才第一次跟家里联系 没想到再回家 竟然是外公病危的消息 时至今日 她的爱情辜负了自己 伤害了家人 最后还连累了年幼的女儿 我说爸爸 我说爷不 还你妈妈现在也没站在这里 很辛苦 我说妈妈去外地工作 我说你去爸爸那里 我说爷不可以不 我女儿也坐死都哭嘛 就不开忙 然后我也看到我女儿哭 我也舍不得 她会想爸爸吗 我也不知道 她在她的心里 我也不知道 我女儿非常乖 她当年也从来不提她的爸爸 从来不提 她就知道自己没有爸爸 好像必须生活 她从来不提 就是也就是 我开店的时候 我说你都要去叫人 你好心情 妈妈我用你就可以了 她就这样回答我 所以说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安慰吧 她真的已经很懂事了 她说妈妈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很放心的 她就是这样 我说 我也接受了曾经 但是也看完 现在呢 现在给我女儿说 我说妈妈 我说妈妈 你后面也没你的话 你帮你 妈妈 我只要跟你一起 有饭吃就可以了 她就这样给我说 只剩下女儿的抚养问题 当天下午 双方约好 在司法所进行调节 下午三点 赵坤如约赶到了调节现场 十六倍的上涨 那么包心包心包心 也能够 可能说实话 这些女儿的生活费 确实是不够 对不对 那么就按照每年 近年20% 然后 第二个 小孩的交友 交友问题 按小孩现在所读学校 所有的费用 学费 按着什么补课费 学校给你 起包的费用 按 每人各50%承担 那么第三个 一年问题 一年问题 小孩不可能 每人三年两分 能够报了之后的余额 各50% 我们一人承担 50% 你们 你学费们 跟她提出的 这个三个主要的 我 就商量好的 这不是商量好的 这是她自己说的 这是她当方面说的 我的意思就是 从女儿 念 从现在开始 到小学毕业 我每个月是 我给抚养费 上初中 高中以后 所有的学大会 我承担 八年的时间 让两个人 从亲密爱人 到视同水火的抽敌 再到如今 静下心来 协商女儿的抚养费问题 两个人都在这段感情里 变得成熟稳重 不再像年轻时候 那么冲动任性 赵坤表示 愿意承担女儿 大部分的费用开销 并且承诺 今年前半年的 三千元生活费 一次性补齐 赵坤的表现 让刘希很欣慰 她并没有抛下 他们母女 不管不顾 而是在尽心尽力地 承担起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两个人心平气和地 协商女儿 抚养费的场景 让我们 也倍感欣慰 感情的破裂 并没有让他们 忘记 抚养女儿的责任 初中高中高中 高中热奶茶学校的 学费 杂费 护士费 经费由赵坤 支付给赵坤 家居 参加的白粉班之类的 这个费用 按时 按时 有赵坤和牛 冰汤 第三就是小孩 生活中 学习那个冰冻 在乡坤县司法局 基层工作股股掌的协助下 起草了一份 关于女儿的抚养协议书 一切误会都解除了 赵坤和刘欣两个人 在抚养孩子方面 达成了共识 关于女儿的抚养费 终于有了着落 刘欣心里的石头 才落了地 赵坤在签完协议后 马上给女儿打了电话 表示以后 会经常去接她放学 不难看出 刘欣与赵坤两个人 都是为了女儿着想 在抚养女儿这方面 没有半点推辞 女儿的抚养问题解决后 两个人的心结 也彻底打开了 不再猜忌 也没了指责 更不会怨恨 针对女儿 越来越内向的问题 湘坛县民政局 婚姻调节委员会成员 孙小年提出了建议 像这种离家庭 小孩的话 他会生活在一个 很分裂的一个家庭里面 那是一个 所以她的内心呢 如果想要将来不分裂的话 就需要父母双方 在孩子跟前 第一个注意的呢 就是 多说对方的 散观点 优点 好的地方 不要在孩子跟前 去抱怨对方的那些问题 就是肯定每个人身上 都有缺点和优点 那么呢 不要在孩子跟前 特别是像这种 未成年的孩子跟前 去说对方的缺点 看着刘欣和女儿的背影 我们衷心的希望 赵坤和刘欣都能按照协议 履行自己的义务 让女儿成长的路上 喜乐无忧 毕竟大人犯的错 千万别让孩子来买单 在这段感情里 刘欣说一直是自己主动 为了追求爱情 她远离家乡 漂泊异地 本以为赵坤 就是她可以 托付终身的那个人 却造化弄人 如今截然一身 赵坤对于刘欣的付出 虽然心存愧疚 但性格不合的两人 也无法再将就过日子 两个人能在一起 很不容易 感情更需要 好好的经营 刘欣和赵坤的 这段感情里 甜蜜的时光太少 异地分居 争吵不断 两个人年轻气盛 不懂得忍让 无法磨合的性格 或许分手 才是更好的选择 八年的感情 最后如此收场 两个人 都有一定的责任 但最受伤的 还是孩子 希望经历过 这么多的波折之后 刘欣和赵坤 能够冰释前嫌 共同呵护 女儿的未来 欢迎回到 由成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俯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 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成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是否这份情 还依旧 笑与泪 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 有没有尽容 情依无价值 爱无虚理由 寻找一个渡客 寻找一个渡客 把自己收入 某程说明 我没有尽容 不愿意 我没有尽容 词 竟然 你 我